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阿底下尊者的上师 他所造的修行理论论 这次通过修行理论论 我想很多人懂得自己的毛病 因为每一个偈颂当中讲到了 我们现在身上发现的一些不良的状况 然后又讲到了 这些不良的状况也好 不良的事情的因缘是前世或者今世 以前所造的 他的病根也已经 比如说我们生病了 病根给我们已经讲了 病根讲完了以后 你要认识疾病 认识疾病完了以后 以后怎么样就开始对症下药 从四个方面 每一个偈颂有四个方面的阐述 现在我们正在讲 以温和的语言来调节自相续 那么今天开始讲到 这里就是说 有些人像动物当中 专门有人凶 凶 还有有些版本里面讲仆人 仆人也无依无靠 像乞丐 仆人这些也是 到处都是漂泊 像人雄一样 没有自己固定的地方到处漂泊 并不是确实有一些云游生那样 自己没有贪执家乡 不是这样的 有些人确实也没有住处 住的地方也没有 带的地方也没有 到处都去漂泊这种人 为什么到处漂泊山友 漂泊城市 漂泊路口 一直没有什么自己固定的家 现在世间人当中 也有很多可莱安这样的人 这是为什么呢 其实这是前世当中 比较严厉的对境 所谓的一些说法师 传法师 上师 以及其他德高王众的人 通过僧团 或者其他的群体当中开始 因为自己已经 当了有权力的人 依靠自己的权势 将这些有德行的人 从自己的人群当中 或者团体当中 把他们已经禀除了 开除了 以这样的恶业 利润轮到自己的头上 所以即生当中 自己前世的业力先进去 因为我们有时候 开除一些人的时候 可能这些人也是坐途无劳 最后漂泊不定 没办法 已经不得不离开 离开以后 有些人可能无缘无故 说实在的 有些比如说 管家也好 有些法师也好 有些有一定能力的人 把他开除 要把他开除的话 如果真是有理由 他自己已经犯了法 我相信这个也并不是 有这么大的过失 比如说我们僧团里面 真的是戒律不清净 已经不符合规定的话 那么这个开除有没有过失呢 不应该有过失的 但是明明他可能有 在这方面没有过失 这些人依靠别人的一些陶庭斗所 把他开除了 现在一些团体当中 比如说有些公务员当中 随便有些领导开除 有些企业当中 下面的人也随便一句话就开除 后来这些人在外面 特别可怜的 也有这种情况 所以如果我们这样的话 那下一辈子自己也是会变成漂泊者 流浪者 无依无靠的到处都在逃犯 会这样的人 所以我们从现在开始 应该取出任何一个人的时候 你要通过智慧 详细地去观察 如果没有进行观察 随随便便 因为有权力的人 有地位的人 一句话就可以让别人的整个一生 都有很大的改变 一句话 你现在给我滚的话 那从此以后 可能这个人已经无依无靠了 但是他具不具足这个条件 在这方面一定要看 所以从此以后 随便没有经过 详细观察之前 不能取出取尽 否则这个业果 也是非常的严重 我好像以前讲过吧 《密宗七传》里面也是有 一个叫灭之霸上师 灭之霸上师当时在那兰陀寺 他刚开始修一些密宗的密信 他密信的时候 他间接上有非常大的突破 然后依靠一些双云和 比较特殊的行为吧 有一次他跟一个女人一起喝酒 喝酒的时候 一个沙米就看到了 沙米看见了以后 他马上去告诉僧众的观家 然后观家一出来的时候 刚才女人已经不见了 观家要求他把酒瓶拿过来 酒瓶好像也没有 后来让他口里面透出来 口里面透出的乳汁来 后来他说这是沙米 他自己喝酒 然后沙米口里面 开始透出酒来了 然后他就掀了一个神通 当时这件事情慢慢平息了 不了了之了 过一段时间 观家发现了 观家发现以后 也是他跟女人一起 在宿舍饮酒 在这个时候 也找几个观家来准备开除 这个时候 提前也通过一些念咒语等等 女人变成了一个灵处的灵 他那个酒瓶里面全是入职 没有了 观家当时也是 好像那个时候的观家 应该是阿底下存在吧 他就没有抓到证据了 后来观家不服 一直每天都是跟踪他 他的所作所为 一直跟踪 有一次也是有这个行为 他当下传进来了 没有叫其他人 当下传进来了 阿底下传进来了以后 当时梅芝巴尊者没有来得及 他通过咒语来变化 没有来得及 这个时候已经暴露了 没办法了 梅芝巴不得不离开 然后他离开的时候 他就在恒河上 就像是芦威过河一样 大墓祖师一样 他在恒河上直接过河 好像是个牛皮 还是什么 一掏上以后直接过河了 这个时候 看到阿底下存在很后悔 他是成就者 后来一直在印度烈烈烈的天气气候下到处寻找 最后向他忏悔 向他忏悔以后 说 怎么样才能忏尽 我开除你生团 因为喃兰多士生团里面把你开除了 那怎么样才能忏尽 后来给阿底下尊者说 你一个是到藏地学悦去弘扬佛法 第一个 第二个事情 你每天都是要造叉叉小塔 但这个好像成都《密传》里面 跟《阿底下尊者传记》里面的说法有点不相同 《阿底下尊者传记》里面说 他当时发现的时候 那个《密之八尊者》是透过无碍传枪而行咒 后来他问度母 我看怎么忏悔 然后度母告诉他 你要忏悔清净的话 一个是到藏地去弘扬 还有每天都是做七七四十九个叉叉 所以阿底下尊者后来来到藏地的时候 连骑马的时候也是 有时候出去弘扬佛法的时候 实在是路上 没办法的话 马上也是在做叉叉而走 也有这样的说法 不管怎么样 穿枪而行也好 或者横河上走也好 不管怎么样 历史的说法稍微有点不同 但实际上确实是当时 《密之八》显现身边 阿底下尊者没有认识 他是个大臣 其实他当时并没有最高的境界 从《密宗七传》里面讲 他后来最高的一些境界和证悟 后来才实现的 所以一些大德如果通过一些开除 他这里说是上师 上师有没有开除的话也是有吧 以前有一个叫琼琼坎波 琼琼坎波说 他当时忘了 说一个寺院里面好像有一个法师 这个法师后来好像戒律不清净 戒律不清净来源是有一个女人 僧众们已经知道了 这个女人是戒律不清净的缘 后来他们私下商量 说明天早上把这个女人开除了 应该是可以了 上师不能开除 女人可以开除 然后第二天早上 他们把僧众开始集中起来 很早很早的时候僧众集聚 然后僧众集聚的时候 上师发现了 你们到底在做什么 他们说 那个女人要开除 法师说 你们既然他开除的话 那我也走了 他也走了 那个琼琼坎波说 他们很笨 肯定开除的话 上师也不得不走 肯定会走的 以前好像他讲二规教言来 还是什么 这个寺院的名字都是忘了 但是实际上可能也会有这种情况吧 将四等病除 这样的理论 沦流到自己的头上 当然有时候 所谓的开除 以前我们也讲过吧 《宝伽经》里面讲的 文殊菩萨和家世尊者 当时安居的时候 家世尊者是官家 僧众所有都是安居三个月 安居三个月的时候 文殊菩萨刚开始的时候来了 三个月一直没有来 戒下的时候文殊菩萨就来了 当时家世尊者很不服 说你三个月跑到哪里去了 三个月僧众 出家人不能出去的 你怎么出去了 然后他说 我第一个月到皇宫 枉菲那里去了 第二个月跟这些童子们一起玩 第三个月的时候 我到妓院 跟妓女一起过生活 然后当时家世特别不满 马上减缀 然后就准备开除文殊菩萨 开除文殊菩萨的时候 当时佛陀告诉文殊菩萨 说 你这次一定要好好地大显神通 跟这些僧文比丘 让他对大乘佛法生起不共的信心 这次你应该改显神通了 那么这个时候 他把所有的僧众集中起来了 僧众集中起来的时候 家世尊者一看 整个周围释放无量无边的刹土 都是有无数的佛陀 佛陀的每一个佛面前 有无量无边的文殊菩萨 每一个文殊菩萨面前 有一个家世尊者来准备召集圣众 文殊菩萨 佛陀说的还是文殊菩萨说的 你到底是开除哪一个文殊菩萨 当时文殊菩萨 家世尊者有点害怕了 然后问 到底是文殊菩萨这三个月跑到哪里去了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佛陀告诉家世尊者 说第一个月在皇宫里面 文殊菩萨度化了五百个女人 让她们获得了不退转果位 第二个月 五百个童子 获得了不退转果位 第三个月 文殊菩萨度化了五百个妓女 她们获得了不退转果位 还有有无数的人和非人 有些得不同程度的一些境界 当时家世尊者很惊讶 问佛陀 就是文殊菩萨 这种什么样的方法来度化这么多 三个月 你看我们三个月 三个月 比丘们全是住在寺院里面 没有做什么事情 他度化那么多 到底文殊菩萨是 通过什么样的方法来度化的 然后佛陀说 这个问题我不给你回答 你亲自到文殊菩萨那里去回答 然后佛陀尊者到文殊菩萨那里去 一边忏悔 一边说 你通过什么样的方法来度化这么多 文殊菩萨说 我有贪求的行为 还有庄严的行为 还有微梦的行为来度化他们 贪求和庄严 微梦的行为来 所以我们一般从显宗当中 也是找到了一些 所谓的降伏 还有双云 这些间接的意思吧 因为贪求的话 我们一般大乘 尤其是小乘当中 贪嗔痴是我们的所断 微梦也好 愤怒是嗔恨相应的法 所以我们也是该所断的 但是其实有些菩萨的行为 如果真的是非常合理 到位 那么贪心和诚心 或者愤怒和 我们密宗里面 称为降伏和双云吧 这种行为 也是能成为利益众生的 个别行为也会有这样的 所以我们也不能一次借用 凡夫人借用这样 肯定不成功的 但是我们也不能诽谤 所有的这些行为 全是非法的话 也有一定的过失 所以通过当时的公案 我们也知道作为一些官家也好 作为一些知识人员 知识人员要并除他人 也应该通过智慧来观察 也是非常重要 这是讲到了这样的道理 下面寄颂说 下面就是说 我们在世间当中 有些人可能比如说一些农民 或者一些世间的 不管是农民 我们很多人都依靠粮食而生存的 那么整个国土也好 整个自己所在的地方 经常遭到冰雹 白颂 还有干旱 以及洪水 地震等等 四大种种的灾难出现了 其实这些不幸的主要来源 与当地的法师们对戒律 或者说对誓言不清净 或者这些人 他们自己前世 比如说一个地方 遭到了很多干旱 冰雹 那么受灾的这些人们 以前都造了恶业 没有受清净戒律 密宗誓言 菩萨戒等等 这样恶业的利润 轮到今天自己的头上 所以我们从现在开始 应该对诚心因果里面所讲到的 这些因果法里面所讲到的 这些道理 一方面自己也前行不已 另一方面 再从行为上 尽量地去行善 应该从现在开始 清净誓言和戒律等等 自己的行为加以规范 其实现在的社会 的确也是越来越恶劣 越来越有点没有道德规则了 在这个时候自己反过来说 即使整个世界上所有的人 都是往下去的话 自己也应该尊重人格 尊重法治 尊重自然的规律 那这样以后自己的身口意 自然而然会清净的 否则有些人可能是 你一个戒律坏了 或者一个行为没办法的话 啊 那我现在已经完蛋了 该坏就该坏吧 现在有些出家人已经还手了 还手了以后无我不做的 在藏地也有 在汉地也有 有些居士原来很虔诚的 好好地学习佛法 后来因为他自己的行为不如法 犯了一两个错误 从此之后就觉得 啊 我现在完蛋了 该怎么样就该怎么样 然后跟别人同流合不 其实这是不合理的 作为凡夫人 所有的全部清净白白 这是有一定的困难 阿底下尊者他也是在入密城的时候 很多罪业自然而然 犯得特别多 那这样的话 我们凡夫人也受密城戒 也受菩萨戒 也受别解脱戒的时候 一点都不犯是不可能的 但是有些地方你犯错误 好好忏悔 有些地方没有犯的话 还要进行保护 否则的话 你觉得是一个犯了 一切都没有希望了 这是特别愚痴的做法 你们以前看过《百业经》吧 《百业经》里面记得有一个公文 原来有一个人 他有两百五十头牛 不一定牢牛 两百五十头牛 然后这个牛他天天都是放牧 自己觉得自己很开心的 但后来有一次不醒 有一头牛被老虎吃掉了 然后吃掉了以后 这个人比较愚痴 他想 哦 现在两百五十头牛已经不完整了 树木都已经不捐了 现在放牛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然后其他的两百四十九头 四十九头全部都干到坑里面 全部宰杀了 然后佛陀以这个公案来说 比如说出家人有两百五十条戒律 同样的道理 如果一个人犯了一条戒律 其他都犯就犯吧 犯了一个 然后该做什么的话 那么跟这个愚人的行为 没有任何的差别 其他的也是根本不管 跟这个愚人没有任何差别 所以从这个公案当中 比如说戒律里面翻了一条 那么其他的戒律有没有呢 在我们学三戒论的时候 也是有一些辩论的 当然有辩论的 但不管怎么 从这个故事里面看 比如说你以前可能说过网语 也许翻了居士戒 然后说过网语 翻了居士戒 其他的还有在很多行为上面 你值得可以规范的 所以我们不能 因为一次做了一些坏事 从此之后 所有的恶业全部要做 所有的善事都不做 这样非常愚痴的做法 所以密宗的戒律也特别多 菩萨戒也特别多 但是我们能在有生之念当中 有些地方 因为自己业力很重 烦恼现前 还有环境 各方面的影响 有时候确实是遇到 一些不好的对境的时候 可能也违反了一些 刚才我来上课的时候 有一个藏族老乡到我家里来 然后他说 一直上我 你们出家人一定要加持我 现在的环境太恶劣了 我临死之前 千万不要杀害任何众生 我如果要杀害众生 那提前让我离开世间 也是特别愿意的 一定要加持我 如果我真的是道性毁坏 我如果杀害众生 危害生命 那我不如我自己以前是离开了 我是四十六岁 我也老了 我说你还不老 你还算是比较年轻 但是我说你这个发愿确实很好 有些人心很善良 应该自己发自内心地 发一些这样的善愿 这样的发愿一定会成功的 微妙比丘离 为什么一生当中所有遭遇呢 他当时一次的发愿不成功啊 他说 我如果偷了你 还是害了你的孩子 那让我吃自己的肉 我的丈夫被吞掉 我的孩子被江河冲走 父母被火烧毁等等 他当时一下子 他发了很多恶愿的原因 后来他的一生当中 遭遇了那么多的经历 所以我们发恶愿 也有如实的果报 发善愿也是同样的 也是有这样 所以现在很多人 大家也不要认为 是一个地方 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 再也没有什么希望了 在我们很多人当中 确实有这样的 这种做法是特别不好 大家应该要注意 从现在开始 应该想戒律和誓言 尽量得以清净 欲望极大财法施 施为布施供三宝 恶业利润论 自己尽当尽情作共施 那么有些人可能欲望不大 财富特别多 有些人财富也不多 欲望也不大 有些人有欲望 有财富 有些人有欲望 没有财富 凡是世间当中 有各种各样的人 有些人欲望特别大 可以说是 这个欲望南天 根本填不了这样欲望的坑 特别可怕的 什么世界上的东西都是 哪怕是去一个百货商场的话 噢 这个东西我有 这个东西有的话好 所有的东西都要产生一个贪心 在世间当中也是 什么样的地位 财产 名声 什么都会贪求的 但是自己在这方面的财富 特别匮乏 那这是什么原因呢 也不一定社会对你不公平 也不一定父母对你不公平 这是什么原因 这是我曾经往昔 没有很好的布施 这些可怜的众生 一辈子当中 可能一次布施过都没有 也没有供养上师三宝 三宝是供养对境 没有这样的上供下士 这样恶业的利润 轮到自己的头上 所以今天看到这些 发现这样的时候 如果将来生生世世 要想自己真的是有福报的人 有福报的人 欲望鲜少的人 那这样一定要做上供下士 否则你没有这样的发愿 没有这样的福德 你心里很想富裕 很想快乐 但是也不一定的 《毗奈耶经》里面也是讲过 就是说 若人不作福 常受欲苦报 没有作福的话 经常感受各种各样的苦报 若能修着福 今世后是乐 如果修福 修福报的话 今世来世都是很快乐的 今世来世都是不会痛苦的 所以若能修福者 那么今世和来世都快乐的 因此我想 我们要好好地做上供下士 否则自己永远都是 变成特别可怜的人 甚至有些时候 你有一点点 其他方面的功德 但是好像在财富上面 特别欠缺的 汉地有一个短短的经 叫做《贫穷劳工经》 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好像活了两百岁的一个老人 但是他特别特别贫穷 他寿命很不错的 他的原因是什么 这个经是很短短的 你们到上边的时候看 他这个意思 内容也不算特别多 意思就是说 他前一辈子的时候 他就害了一个 专门花园的修行人 并且把他灌起来 六天六夜 好像让他折磨 差点变是饿死了 后来放了以后 他回去的时候 别人强盗准备杀害他 准备吃他的肉 杀害他的时候 他又把他救回来了 后来佛陀告诉说 为什么他今生当中那么贫穷呢 因为他当时折磨 他没有给他布施 反而害他 以这个果报今生当中特别特别穷 为什么他今生当中那么长寿呢 因为他当时救了这个人 当时在一个人身上 他做好事又做坏事 让这样的原因 他自己的身上也会出 所以很多因果上的问题 的确是 我们肉眼是看不到的 但肉眼看不到 不一定是不合理的 原来我们那里有一个 特别笨的领导 现在还没有死 他在文革期间的时候 他解释极乐愿文 极乐世界说是西方的 然后肉眼看不到 肉眼看不到的话 这是多么荒谬啊 然后他就开始诽谤很多 当时的极乐世界 现在他还是天天都在念阿弥陀佛 他原来是因为影响吧 因为很愚笨的话 有时候就像提波达德一样 受朋友 恶友的影响 当时诽谤 但现在虽然念得不是很好 但是听说还是念阿弥陀佛 他在别人面前 他还是坚持自己 好像自己有一点逐渐一样 他有他的做法 所以我们肉眼看不到因果 这是真实的 但是肉眼看不见 是不是没有呢 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好好地想一想 的确如眼看不见的东西 是非常非常多的 而且如眼看不见的 所有的我们要否认 我们要去驳持的话 绝对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在这里大家一定要 相信因果的规律 包括在自己身上 他人的身上 一个人从小到现在的 他的福报上的确是 我这方面是坚信不疑的 看到很多身边的这些人 有些人是各方面非常不错的 自然而然他的智慧也是 无情当中可以流露出来了 他的财富也是 自然而然滚滚出来 有些人怎么样轻足 怎么样痛苦的话 身体也不好 财富也确实是 所以在这样的因果的确 我们要不得不相信 相信因果的话 对自己的今生来世 都是有非常大的利益 所以从现在开始 应该上供下施 从一幻公养也好 真正遇到一些 这方面的 上供下施对境的时候 没有吝啬的情况下 自己也是在做一些随喜 这是很重要 因为人生是很短暂的 我们树立的这些财富 到底是能停留多长时间 谁也很难说 有些所谓的财富 它是一夜之间的事 如果自己拥有权力 自己拥有各方面的机缘 在这个时候 当然我们自己的生活 刚开始有一些人的 出离心特别强 所有的东西都上供下施完了 最后自己也是无法生存 这样也是有点 我觉得没有必要的 对自己还是留下 自己基本的自具和所用 除了这个以外 你不能完全是一种欲望 欲望满足的话 那很困难的 所以自己应该适当的 比如说你一年当中 你自己所拥有的财富当中 百分之几 十分之多少 你就可以上供一部分 下施一部分 做记录一部分 哪怕是你 比如说一个月有几百块钱的生活费 那生活费当中十元钱 供香 买花 供养佛 十元钱给给可怜的众生 其他你用自己的生活的话 人有时候可以 不一定你非要有几百万 几十万 如果有这个福报 做这样也是非常好的 如果没有这样的福报 也是根据自己的力量 根据自己的势力 可以做功德 可以做功德 下面说 相貌丑陋 眷临时 为造佛像成分少 恶业利人论自己 尽当造相 心狂荣 有些人相貌特别特别丑陋 自己也不想看 别人也不喜欢 自己也是照镜子 这个时候自己觉得 哇 我是这么难看 天啊 他自己对自己都特别失望 有点害怕自己 不要说别人自己都吓一跳 啊 我就是这样啊 南马琴 南马琴 有没有 自己的亲朋好友 很多人也是特别不喜欢 经常侮辱欺负等等 这是什么原因呢 这是在前世的时候 可能刚开始没有造佛像 佛塔等等 即使有些人造了的话 相貌他的尺寸等不合格 然后所造的这些佛像 不断严 不壮严 其实我们以后有机会的时候 造佛像很重要的 如果造的过程当中一定要 不管是你做唐卡也好 做其他的佛像 铜像 金像 什么像的话 一定要尺寸和庄严 这个很重要 他有两种原因 为什么相貌丑陋呢 他第一个是没有造 还有有些造了不庄严 有些像佛像 这些都是故意毁坏 以前文革和解放期间的时候 在藏地这样的 好多外来的人经常把佛像 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 开始各断头像 特别残忍的 当时我们也发现过 看见过很多 包括当时印度 受一些回教灭佛运动的时候 也是有这样的 包括汉传佛教里面也有这样的 汉传文现在的一些文物馆里面 有些很多都是破碎的 佛像这些破碎的 没有受的 没有教的 很多的 那这些人如果即生当中造了这样的话 那来世一定会直接变成残废 特别不庄严等等 这是一个原因 我们毁坏佛像等这样的果报 还有一个 经常在别人面前开始生气 发脾气 因为发脾气的时候 没有一个好看的 一般来讲 他边哭 边给别人骂别人的时候 不管是平时觉得 他比较长相不错的话 你一说发脾气的时候 整个脸上所有的皱纹 全部都集集在一起 那个时候特别特别可怕 所以我们人也不能表面上看起来 哦 这是很慈悲的 但是很多人当你显现愤怒相的时候 不一定能好接受 一个原因 以前给别人生嗔恨心 辱骂别人 以这样的果报 得恶业的利润 轮到了自己的头上 所以即生当中 谁都不喜欢也变成这样 那现在有没有办法呢 现在业力已经成熟了 而业力已经成熟 就没办法了 再难看也是 除了证容这些以外的话 就没办法的 不过现在好像也几万块钱 就马上可以证容 尤其是韩国那边去的话 韩国那边是 中国的很多一群一群的人 说是到那里去旅游 结果不是去旅游 过去的时候 包括护照和身份证的时候 特别特别难看 然后回来的时候 经常那些国关的人 啊 是你啊 过去的时候很难看嘛 因为那边证容完了以后 回来特别好看 很多都不认识了 国关的时候也有这样的 现在很多 包括韩国那边 一般他们父母 本身韩国人也不是很好看 这样他们有一个习惯性的 到了十八岁的时候 父母都挤一点钱 专门给孩子留下证容费 现在有这样的 大多数都是这样的 啊 这是听说的 我没有去过 是这样的 所以这些方面 现在可能有一些 但是这些都是很不可靠的 对身体各方面来讲 危害非常非常大的 只不过有些愚痴的人 他们都也不懂 对自己的胜利调整各方面 应该来讲 即生当中也许可能 真的是现在没办法改啊 没办法改 不过现在听说有些明星 有些很多人 的确也是以前特别难看 后来包括我认识的 有个别人也是这样的 我看见以后 啊 是你啊 一看到 哇 变成了另一种人 所以人有时候业力的话 很快的时间当中 也可以现前造善业吧 也许可能很快的时间当中 他们造了佛像 修善缘吧 还有我们从现在开始 应该要一方面造佛像 造佛像的时候一定要把尺寸 这些都是要量好 尤其是现在通过电脑 上网 我们有些佛像上到网上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如果你上的佛像 不是很庄严 或者我们现在的样板 不是特别庄严 佛像本身上面没有什么的 但是他的手工艺 工艺不是很好的话 现在跟以前不相同的 以前比如说 鞋子只错了一个就是一个了 现在通过电脑 错了一个错备子 那变成了几万 几十万了 是这样的 一个佛像如果不庄严 那很多人可能反反复复地 他发过去 发过来 最后也变成这样的 所以这是自己很多事当中 得不到真实的诸根齐全的 以前汉地专门有一个叫做《世事要难》 背诵时候很出名的一本说 他这里面也讲了 如果将人作礼价 不管世价 谁造相的时候不具足相好者 那么五百万世不具足 如果造相不庄严的话 那么五百万世当中 自己都变成不具足跟不具足的人 特别可怕 因此现在我们不想是 以前那个 李讲也好 师讲也好 木讲也好 他造的是一个相一个了 那现在依靠电脑和依靠科技技术 的确不相同的 所以一定要严格 有些人他就造佛像 啊 我要造佛像 然后有了钱以后 画画画 马上随便做一个 做的的确是 佛像本身没有什么不庄严的 但是确实他的手工 说有时候看都不敢看 哇 一看到这个佛像 可能以后他自己都变成会这样 哇 好可怕啊 所以的确是以后我们要造相 各方面好好地造相 这样的话你生生世世都是 特别特别庄严 非常非常地好看 有些人并不是很好看 他自己认为自己好看 这样也可以 好像自己认为自己特别好看 就很有自我成功的感觉 这也是可能众生的业力都不相同 还有这个 这个是一个 如果你要想不丑陋 庄严身相的话 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心要宽容 我们经常修安忍 每次都是像米勒菩萨一样 乐呵呵 这样的话就多快乐 不要一点点消失的话 又开始发脾气 旁边的人也是胆战心惊的 没有任何事情 我昨天也讲了吧 没有说什么都是 开始不高兴 这样不行的 不管每个人 可能有我们 不好的很多很多的细节 但是学了这样的教言以后 尽量地能改变 我也是虽然给你们面前说 自己也很惭愧 但是自己一边检讨自己 一边再学 每一次学了以后 至少也是一个星期当中 还是进步很大的 这方面我自己特别 性格各方面都是很不好 尽量地不能顺便发脾气 不能顺便不高兴 一会儿就不高兴 一会儿不高兴 那这样也是没有必要的 其实我们在世间上的很多人 有意义地做的事情很少的 每天都是一些寂妙酸皮 特别小的事情天天都烦恼 尤其是在大城市里面的很多家庭 一些小的事情 吵架 说痛苦 自杀 这样那样的 每天都是家里 成了一个小战场 是伊拉克和美国之间的冲突一样的 叮咚叮咚叮咚 有好多好多的声音 这样是很不好的 其实我们真正的 修行人有他的一个好处 宽容 哦 修行人以前没有学佛的时候 他心很急 什么事情都马上产生烦恼 贪嗔痴 什么都烦恼就马上 然后学了佛以后 很多事情看得开 而且对整个人生 有一个很深的感悟 确实学佛了以后 这种感悟很深的 你感到周围的这些人的所作所为 有时候觉得很无聊 的确也没有任何意义 今生来世没有任何意义的情况下 很多人浪费财产 浪费时光 浪费人生 那这个时候自己有一种自我提醒 一定要好好地学习 否则就没有什么多大的意义 同时也会非常精进地去修行 好 下面讲 我们有些人怎么样做 到哪里去啊 做任何一个事情的时候 始终都不能离开恩恩远远 一直在对自方贪心 如火焰一样 熊熊烈火一样 对他人嗔恨 也是滚滚分水一样 非常非常激烈 不论是到寺院里面也好 到寂静地方也好 到任何一个场所 到城市里面也好 贪心也特别强烈 嗔恨心也极其粗暴 那这样的时候什么原因呢 这个是当然一方面 精神没有修行的原因 还有一个往昔 自己已经入于特别刚强烂化的 这种恶劣的信心当中 无始以来都是自己 可能当一些有邪见的 有成见的 没有调伏自相续的 特别野蛮的这样的人 那么这样的恶业轮到了自己 为什么有些人来了以后 信心特别吻合 做什么事情都特别容易 关于善法方面的 什么都可以成功 有些方面 贪嗔痴等所有的烦恼 好像即使你到了寂静的地方 到了佛学院 到了闭关禅修中心 一边禅修一边的时候爆发 那这是什么原因 这就是前世的 真的是很多生世当中的 你的性格 特别特别不好的原因 即生当中很难对治 确实我们短短的意识当中 有时候 比如说你前世 贪心特别严重的话 那么一直传下来了 现在短短的两三天 或者几个月 你就修一个 不尽管能不能断的呢 肯定不行的 肯定不行的 如果你很长时间 比如说嗔恨心 尤其是我们有些人当兵 天天打仗 这样的话 你的嗔恨心 越来越激发 然后你一下来 然后你要去一个寺院 那很困难的 所以我们有时候 有些出家人 你以前当过什么 我就看 以前是他的工作很有关系的 他以前当过医生 当过老师 这样的话 心情就比较温和 然后以前当过什么什么 凡是不同的职业的 我不说了 好不好 很多很多 对我们的习气 有一定的关系 即生当中是什么样呢 所以即生当中 一定要根除这个 因为这个乃至以后我的执著 把别人当作敌人一样 把自己当作真的要维护的 所以你和我非常分清 现在世间人都是这样的 一般没有一点包容性 凡是自放的 一定要维护 一定要保护 凡是他放的话 一定要排斥 一定要消灭 一定要坏坏等等 所以你和我特别 按照佛教真正的 如大乘的这些教义 如大乘的这些教义 自他都是有一种环卫思考 有一种经常修自他交换 《入菩萨行论》当中也讲了 如人予以数寂 很快的时间当中 救护自己自于他 你想要很快的时间当中 救护自己于他人 那么当修自他交换的时候 有个非常好的偈颂 意思就是说 你如果很快的时间当中 想把自己和他人 也就是说 你很快的时间当中 你要想保护自己 保护他人 一定要修自他交换 修自他交换是所有大乘佛法当中 最深深的一种秘诀 如果我们什么时候 没有平歇自他的概念 那可能永远也是修不好的 尤其是修大乘佛法 原来《纳日堂王尊者》也说了 说自己是一切痛苦的根源 利己是一切痛苦的根源 利他是一切快乐的根源 的确也是 我们有一种利他的心 有一种这样的心 那可能有机会 我们可以修持正法 在这里要讲到 任何一个地方 如果贪嗔的念头 实在是没有办法断的话 那说明是我们前世 有些人经常讲 我虽然出家了 但是我现在还是贪心很重的 嗔心很重的 怎么办 我现在虽然已经当居士了 但是还是贪嗔嗔很重的 肯定的 因为前世的恶也轮到自己的头上 那现在怎么办呢 现在也尽量地修这些 大乘的修行法门 修密法也好 修这些法门一定要串习 你不能 现在我烦恼重得很 再也不修 已经没有希望了 不应该这样的 慢慢慢慢去修的话 到一定的时候 自己确实是 回顾自己的一生 刚开始的时候 就像我们修行当中 刚开始的时候 好像瀑布的水一样 特别特别的囤积 到最后的时候 慢慢地 幻幻流畅地 像平原的水 最后像大海的水一样 最后如如不动 像须弥山一样 不同的一些决数 在修行过程当中也是会发生的 不可能没有这个效果 但是这种效果 需要长期的一种串习 有些修行人 因为他还是有前世的福报 和即生当中的努力 这两个因缘聚合的时候 时间再长 再累 再辛苦 他愿意修下去 有些人试一下 修不好的话 最后就离开了 所以很多人 有些道友经常换一些道场 经常换一些上师 经常换一些传承 这是不成功的一个标志 说明很多地方 他可能 以前我在放牦牛 小的时候放牦牛 但是有些牦牛 他还是很聪明的 然后他在一个有草的地方 一直吃饱为止 吃饱了以后 自己好好地睡着 特别开心的那种 有些他这里吃一点 那里吃一点 一天都跑来跑去 结果到太阳落山回来的时候 他还是肚子饿着的 他睡都睡不下去 所以我这个比喻 也许能不能用在修行日上 也不敢说 业力不可思议 但是确实有时候 通过比喻来说明 我们有些人 遇到了一些上师和教法以后 自己很稳重的 十年 二十年好好地修持 人身定位 人身很短暂的 你换很多很多的职业 没有时间的确也没有时间的 你要习惯这样的 比如说我们一个学校的老师 你要换一个 你要换一个 最后老师和学生都没有很大的利益 互相都有一种适应的过程 所以有些人又换一个 当然你去求一些法可以 但是你经常换来换去 也许会不会成功 自己也需要值得观察 还有吧 是吧 还要讲一个颂词 好吧 修行劣仁论 修行劫切药是 实力见解如心中 恶业劣论自己尽当所作 悉利他 有些人不管是修什么显宗也好 修什么密宗也好 任何一个法都修不成功 不切药 好像是抓不到终点 修加行的话 管一个人生难得 也是管不好 管菩提心也管不好 连法愿往生极乐世界 也是管不好 修密宗的法也是管不好 什么法 凡是修是修 刚开始的时候 管了一两天 结果这些修行都不能切药 不能其中药典 一直抓不到真正的 不像以前前辈大德们 前辈大德们修什么法 今天修金刚和海摩 马上现前了 完了以后修闻殊菩萨 闭关七天 闻殊菩萨也出来了 修观音菩萨 观音菩萨也现前了 所以我有时候看 五光尊者和一些前辈大德 很羡慕他们 他们那样不是很困难的 修什么法 如果没有感应 没有真正的言相 这是什么呢 这是有一定的原因 是应该恶劣的这些邪见 断见 尤其是自私自利的见解 这些入于自己的相续 无始以来可能也有很多恶业的习气 外道各方面的习气 即生当中也是自己 现在没有见解调整好 说是我在修密法 但实际上心里面 可能耽著其他的外道等等 也有这样的可能性 所以这样的恶业 轮夺自己的头上 现在该怎么办呢 现在一边不能以此而失望 修一点点就觉得 现在可能是不是我不成功 然后马上放弃 不能这样的 一定要断除自我的心 利于他众为主 在这个基础上修行 一切成功的最好的一种要诀 所以我们这个修行 为什么需要皈依的基础和发菩提心 然后发了菩提心以后 什么修行都是很成功的 就是什么修行的 如是与他生 何不生我觉 好像我们在《入行论》里面的时候讲的吧 因为他的身体 跟我的身体是一样的 那么这样的话 对他众的身体 为什么不生起我的感觉啊 为什么是这样呢 这个道理很重要的 所以一切众生 跟我没有什么差别的 我现在自私自利的修 一方面修行也不成功的 而且自私自利的心 不管怎么 从哪个层面观察的时候 其实也没有很好的意义 没有什么意义 因此我为什么不利益众生 不舍弃自己呢 如果你真正是 越来越舍弃自己的时候 你的修行越来越有一些出世 如果你自私自利越来越强 什么事情都是以自我为主 你这个修行就是不会成功的 所以你修行实在是不成功了 说明已经入了自私自利 或者劣道的见解 入于自己的心 握着所谓的自我的执著在作怪 他一直在你修行过程当中捣乱 我要排除我者的话 我们所信 一切都是利他的 那这样的基础上 你哪怕是修一个短短的时间 早上起来的时候修半个小时 晚上睡觉的时候修半个小时 白天你忙着发心 忙着发心的话 你发心都是为了弘扬佛法和利益众生 弘扬佛法和利益众生 从你自私的心当中 已经开除了很多自己的自我执著 那这样的话 你的行为既然是利益他众 他有一种不可思议的一种力量 这也是前辈很多大德的窍诀吧 希望大家在修行的过程当中 尽量发菩提心 我今天不管是修生起自得 修圆满自得 还是修加心或者真心也好 修任何一个法 我要想 我一定要利益众生 就像我们现在修 怀业七情法一样 我们现在不管是活在这里世界也好 活在我乃世的乃世 乃至生生世世的话 我们一定要 哪怕是一个众生 我的要求不一定很高 我要天边无际的所有的众生 我在短短的时间当中 都要度化完毕的话 恐怕我没有失利 没有能力 但是我在有生之念当中 我哪怕是度一个众生 度两个众生的 我也心甘情愿 因为我们看到佛陀的传记当中 在仪式当中度一个众生 也是成为一个非常精彩的传记了 所以我至少也是在临死之前 为佛法和为众生负责 做一件好事 做一件好事 我也应该好好地描写一下 整个开头 好好地宣传别人 开玩笑 这是我中间假的 所以我们在发心的过程当中 一定要想到 有一种利他的心 如果有一个完全的 所作所为是有一种利他的心 那修行的力量很大 如果我们始终都是处于一种 现在有些佛教徒 包括净土宗 禅宗 密宗 有些口口声声都是围绕自己 一直想自己得到解脱 但自己得到解脱什么呢 就是我很快乐 你要往生净土的话 也要想 我自己快乐 所以这是每一个凡夫人的最大的毛病 就是自己一种快乐 其实自我希求快乐 这并不是大乘佛教的究竟众意 当然这是一个 不是很高层次的一种解脱法 这个可以承认的 小乘自我快乐的一种希求解脱 也可以承认 但是它不属于大乘佛法 所以在这个方面 大家在修行过程当中 经常都要调整自己的心态 否则我们无始以来的 习气是很严重的 当然调整过程当中 经常也会冒出一个 是我的念头 我的念头 但是我们慢慢慢慢地摧毁它 攻击它 这样以后 逐渐逐渐有进步的 这是我们现在在座的很多道友 也确实有进步的 原来刚开始我们讲《入行论》 六年之前讲《入行论》的时候 很多人都是自私自利的心 表面上说 但实际上确实是没办法更出的 但现在虽然有自私自利的心 但是跟往年完全是不相同的 现在利他心是特别重 所以大家通过长期的一种修行以后 在见解上和行为上 都会有所改变 好 今天讲到这里 我们下来做什么事 我们下来做什么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